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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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常用的重量单位两就是从十二株来的 因为一两的重量是十二株的两倍 所以叫做一两 两还可以理解成十二绿的两倍 但为什么不是三倍四倍五倍一定是两倍呢 这是因为十二的两倍是二十四 一两二十四株象征着一年二十四节气 两的上一级单位是金 力气的安排又出现了 既然以十二株的两倍为一两 按说就应该以一两的两倍为一金 要么就用十进制十两为一金 然而事实上呢 竟然以十六两为一金 这又是为什么呢 律力志有解释 说年份有春夏秋冬四季 方位有东西南北四方 以四季乘以四方 数值就是十六 这里面还有奥妙 如果以十六两为一金的话 那么一金就有三百八十四株 而三百八十四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数字 因为一金有六十四卦 每一卦都是由六窑构成的 两个数字相乘 得出一金一共包含三百八十四窑 再看金的上级单位叫做军 千军之力的军 禁卫关系竟然又变了 既不是十六也不是二十四 而是三十 这个很好解释 一个月有三十天嘛 军的上级单位是蛋 四军为一旦 呼应着一年有四季 这样一来 一旦折合成金 就是一百二十季 正好一年有十二个月 时间单位的推算 也要从英律上来 这就是所谓以律起立 意思是根据英律推算立法 真正的麻烦来了 在各种度量衡里 无论长度 容积还是重量单位 其实有没有黄中律馆 并不重要 只要大家可以约定俗城 达成一致就可以了 但一年到底有多少天 这个呢 可没法约定俗城 必须测算出 地球公转和自转的关系 并不是大家约定 一年有一百天 一年啊 就真的可以有一百天了 对于古人来说 推算立法 绝对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高深到什么程度呢 汉书律吏志有期待说 汉武帝元丰七年 汉朝都已经建国一百零二年了 这一个多世纪以来 立法一直都在凑合用 小车不倒只管退 这时候呢 终于推不动了 必须得改 一群学术专家研究了好一阵子 向皇帝做汇报 结论有两个 第一 立法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第二 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改 办法总比困难多 汉武帝于是广招天下人才 包括民间高手 这些人里有擅长天文观测的 有精通立数算法的 其中担刚的是两位算法大师 一个叫邓平 一个叫落下红 先后演算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这是元丰七年 但汉武帝为了表示万象从此更新 改年号为太初 就这样 元丰七年才过了一半 就变成了太初元年 这种事情特别能给边年史添麻烦 所以我们看资质通鉴 元丰六年之后就是太初元年 根本就不存在元丰七年 汉武帝既然改年号为太初元年 新的这部立法就叫太初立 今天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里边 太初立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但课本里不会仔细讲 这部立法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汉书律立志虽然记载了 落下红的算法 但不知道为什么 前后内容并不一致 大体上说 首先还是要把吹出黄中音高的 那根主管找来 量出它的容积为81立方寸 或者是量出它的长度为9寸 再用9这个数字乘以自身 9981 于是把一天分为81分 接下来的花式演算 处处以81为基础 所以这部太初立 还有一个别名叫81分绿立 具体的演算方法 我们来看汉书绿立志的一段原文 绿荣一月 积81寸 则一日之分也 与长相中 绿长九寸 百七十一分而中复 三复而得夹子 这段话音频听不懂 非常的正常 可以看一下文本 然后你会发现文本也看不懂 千万不要感觉受了打击 因为看不懂才是对的 没人能看懂这些话 最多只能推测 但始终没法确认 用古汉语表达复杂的算法 这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雄义书院的老同学 也许还记得我讲过周易的演算方法 那一大段文字也是这种风格 没法做出确切的解释 所以后人用周易算卦 一多半呢 都靠脑补 原作者也许心里有数 但就是没法用古汉语准确表达出来 而绿立志这段话 很可能连班固本人也搞不清楚 班固一家人都是儒家学风 所以前面讲过 班彪看不惯司马迁的好多写法 班固写汉书 又继承了父亲的这一套价值取向 努力要把被司马迁引入歧途的史学风上 拉回正道 但假如司马迁有机会和班固辩论的话 他应该会说 你这个呀 叫狗拿耗子 多管现实 因为在古代传统上 写历史是专业史观的事 不是儒家的事 司马迁出身于正经的史观世家 而在史观的职业技能里 不但要会写历史 还要懂天文立算 以司马迁的水平 让他制定一部立法 他确实没这个本事 但立法知识 毕竟是他职业素养里的一项基本功 天文立算是史家的基本功 不是儒家的基本功 班固虽然因为一部汉书 在史学界名垂千古 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儒家学者 完全没受过立法知识的学术训练 所以班固律立志的很多内容 大概是立法专家们怎么讲 他呢 就怎么写 不懂辨别 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来看 邓平和洛夏宏 拿黄中绿 推算一整套太春历 根本就不可能 而太春历 之所以能被沿用将近两百年 是因为他本身 有着天文学上的合理性 所以很可能是那些立法专家 为了让这套立法 显得神乎奇迹 这才给他附会上了 音律数理和五行八卦 不仅是邓平和洛夏宏 这样附会 班固那一整套的 度量衡规则 其实都是附会 是拿一个神乎其神的理论框架 去套一些已经约定俗成的使用规范 相比之下 史记 就要朴素得多 音律专题史叫律书 立法专题史叫利书 不像汉书那样 把音律和立法混在一起 搞出一个律例之来 在司马迁的时代里 度量衡问题还没有那么神秘 所以司马迁应该并不觉得像公孙央 统一度量衡这种事 有什么深奥的学问和意义 一笔带过也就是了 至于公孙央本人绝不会多花一点力气 在这些虚头拔脑的事情上面 所以我才会说 在严格意义上 公孙央并没有统一度量衡 而只是规范了部分度量衡的使用标准 这一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请你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 你早就怀疑过的 灵伦是受皇帝的委派 远赴昆仑山北路 用一些完美的主管 解决了黄中绿的标准音高问题 这会是真的吗 欢迎在留言区谈谈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讲再见